大学国文系教授在讲解李清照的诗词时 赞叹 古代的女人真会淫诗 哪像现在的女人 什么都不会 有位男同学就站起来反驳说 现在的女人很会做对 老王和小李说 我新领养的流浪狗 实在太精明浓干了 小李问 怎么能干法呢 老王说 我每天下班 一躺到沙发上 他都会嫌一份当天的日报给我看 小李说 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任何一种狗 只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 都可以办到 老王说 问题是 我家根本没有订报纸 小珍到母公司上班 两年多了 从未曾请假 妈妈就关心的问小珍 不要那么拼 我也要请假休息休息 小珍回答妈妈说 我不敢请 请假 妈妈说 为什么呢 小珍说 我怕老板 会发现公司有我和没有我 都一样了 爷爷在教小明算数了 爷爷问 三成七懂得多少 小明说 老师还没有教这个了 爷爷继续问 如果你和小华小伟 三个人在路上 捡到了21块钱 你会怎么处理呢 小明说 管他三七二十一 先评分再说了 老王问老李说了 在公司里哦 你的职位是什么 老李说 在公司里我是头了 老王说 这个我相信了 但在家里呢 老李说 在家里我当然也是头啊 老王说 那你太太呢 老李说 我太太她是脖子啊 老王说 这又为什么呢 老李说 因为头要转动啊 必须脖子答应才行啊 老王最近结婚啊 同事们到他家拜法 他打死都不肯让人到他卧室参观啊 有个同事哦 是他不注意 还是打开了他的卧室啊 原来哦 房内贴有家规两条啦 第一条 太太永远是对的 第二条 如果太太真的错了 请参阅第一条啦 前台北市长高一树啊 有一次带太太出游啦 途中啊 高一树啊 下车去这个加油站的洗手间啊 出来看见他太太啊 和加油工啊 在聊天啊 交谈甚欢啊 回到车上啊 高一树就问他说 刚刚他你有说有效的是谁啊 市长的太太就说 那是我高中同学啦 高一树就说啊 幸好你嫁给我 不然哦 你现在就是一个加油工的太太啦 高夫人说 你要搞清楚 如果当初啊 我嫁给他啊 现在台北市长就不是你 而是他啦 有个五逆子啊 非常不孝 总是违逆父亲的命令啊 爸爸叫他往东 他就往西啊 可以说没有一件事情啊 可遵照父亲的意思去做啦 有一年父亲生了常大病啊 临终时啊 嘱咐他的儿子说 你千万啊 要把我葬在水中哦 父亲的原因是 儿子一定不会听他的话啦 会把他葬入土坟当中啦 父亲往生后 儿子心想一辈子都没有听爸爸的话 他现在走了哦 我至少应该听一次嘛 所以就把他葬在水中啊 有一个道士哦 平时以周鬼为业啊 有个晚上啊 他出门办事啊 竟然啊 被鬼迷惑 被鬼缠住了啦 现身泥闹当中啊 无法自拔 道士就高夫救命 村人啊 村人啊 浑身赶来啊 将他救出啊 道士哦 感激乱昏啊 对救他的人说 成蒙救命啊 无以为报啦 我现在啊 奉上驱鬼衣服给你们啊 你们配在身上啊 可以驱鬼啦 老鼠和黄蜂结拜啊 请秀才啊 主持结盟仪式啊 秀才啊 不得已只好前往啊 最后也被拉入结拜了 排名第三啊 人家就问秀才 你为什么要趋机鼠辈之下呢 秀才说 他们两个啊 一个会钻 一个会刺 我不能不让他们啊 老王得意洋洋的向人夸耀说 退伍后啊 我开了一家书店 请了一个女店员 只给他六个月薪水 之后他就嫁给了我 之后的薪水就全免了 还长期服务 你看 滑不滑得来啊 有人就吐槽说 其实那也不见得呢 他做了六个月的店员 又赚了六个月的薪水 还赚了一个丈夫 又赚了一家书店 他才是滑得来呢 以前有位将领啊 叫杨生啊 活到九十多岁 有次啊 他谈到人生与年龄啊 他说 其实人生不够是 六年七月八日九十罢了 记者就问 是什么意思呢 他解释说 人的体力啊 到了六十岁就 一年不如一年啊 到了七十岁就 一月不如一个月啊 到了八十岁就 一天不如一天啊 到了九十岁就是 一小时不如一小时啊 有记者就追问 那到了一百岁呢 杨生说 杨生说我还不知道哦 但也许是 刹那就是永恒哦 老杨到美国旅游啦 出国前啊 老杨向老婆说 想到拉斯维加 赌几把啦 四次手气啊 老婆就给他十万元啦 回国后 老婆问 那十万元生钱了吗 老杨说生了啦 生了 医生呢 就从口袋啊 掏出五千块给他老婆 并补上一句 不过哦 他的母亲哦 过世了啦 从阳节快到了 有位老人家啊 高瘦九十九岁啊 是全县哦 最长的人啊 按往时规定哦 县长到他府上 自证赫里一万元啊 临走的时候哦 县长鞠躬向老人家说 祝您长命百岁啊 老人家啊 听了哦 立刻板起脸孔说 我又不吃你家的饭 哦 你给我一万块 就只限 丁火只能再活一年吗 这是什么意思嘛 有个很好面子的人啊 家徒四壁啊 有个晚上哦 小偷侵入啊 翻箱倒柜 早来早去 什么东西也没有找到 心里哦 就非常懊恼啊 于是呢 口中念念有词啊 好像在骂屋主啊 怎么会那么穷啊 这个好面子的穷人啊 赶快就在家里啊 呼出几文钱啊 追上小偷说 让您空手而回哦 必人甚感不安啊 仅以此前相振啊 怕你在外人面前啊 包含一点啊 不要说我家里啊 什么都没有哦 有一个瘦小的男人 去应征夜间保全工作啊 人事主任啊 打凉了他一会儿 觉得他并不适合啊 就像这个男人解释说 我们的这个保全人员条件啊 需要身材高壮 精力充沛 晚上啊 不能睡觉 赏文大 而且要不同人情啊 不戴眼睛啊 要瞪得大大的 而且呢 要常常保持警觉性 让人望之深味啊 这个男人考虑了一会儿就说 那我回去啊 叫我太太来应征 他还不适合了 有个行人啊 经过一个人的家门口啊 有个小孩子啊 用小食指啊 对他丢职啊 他就伸手去按门铃啊 找家长理论啊 家长问他说 他丢中你了吗 行人说 没有 这位家长就说 那绝对不是我的儿子啊 我的儿子是棒球校队呢 百发百中 从来啊 不从失手了 慧农大师啊 到广州的法宪寺拜访啊 印宗法师啊 正在讲解 涅槃经啊 这个时候 有阵风啊 吹动了旗子啊 在座的一位和尚就说 这是风在动啊 另一位和尚说 是旗子在动啊 两人啊 争论不休啊 慧农大师就 插话说 既不是风动 也不是旗子动 而是你们的心啊 在动啊 古代啊 有个叫田灯的啊 是一名州县的太守了 他却像房地一样 不允许别人说 自己的名字 灯这个字了 也就是凡讲到灯啊 就必须念火了 就连晚上点灯啊 也要说点火了 有一年哦 元宵节啊 照例举办灯会 俗称放灯啊 属下贴告示的时候 怕被处啊 只好说 本州啊 依照惯例 元宵节呢 全城放火三天啊 这就是 只准桌官放火 不准百姓点灯的由来啦 有个行人啊 经过一个人的家门口啊 有个小孩子啊 用小食子啊 对他丢职啊 他就伸手去按门铃啊 找家长理论啊 家长问他说 他丢中你了吗 行人说 没有 这位家长就说 那绝对不是我的儿子啊 我的儿子是棒球校队呢 百发百中 从来啊 不从失手啦 有个很好面子的人啊 家徒四壁啊 有个晚上啊 小偷侵入啊 翻箱倒柜 早来早去 什么东西也没有找到 心里就非常懊恼 一次呢 口中念念有词啊 好像在骂屋主啊 怎么会那么穷啊 这个好面子的穷人啊 赶快就在家里啊 呼出几文钱啊 追上小偷说 让您空手而回啊 避人圣感不安啊 仅以此前相振啊 他你在外人面前啊 包含一点啊 不要说我家里啊 什么都没有哦 从阳节快到了 有位老人家啊 高瘦九十九岁啊 是全县啊 最长的人啊 按往昔规定啊 县长到他府上 自证赫里一万言啊 临走的时候啊 县长鞠躬向老人家说 祝您长命百岁啊 老人家啊 听了立刻板起脸孔说 我又不吃你家的饭 哦 你给我一万块 就只限定我只能再活一年吗 这是什么意思吗 老杨到美国旅游啦 出国前啊 老杨向老婆说 想到拉斯维加 赌几把啦 试试手气啊 老婆就给他十万元啦 回国后 老婆问那十万元生钱了吗 老杨说生了啦 生了 一生呢就从口袋啊 掏出五千块给他老婆 并补上一句 不过 他的母亲呢 过世了呢 二十六岁的小美啊 经人家介绍认识的老王啦 老王一见面啊 就问小美 你多大了 小美说 二十六岁 老王说过期了 你过期了 因为国家归地老 女生啦 十六岁就可以结婚 你已经过期十年了 小美就问老王说 那你多大 老王说二十六岁 小美说 那你不也过期了吗 老王说 那怎么能一样呢 女人是鲜花 男人是美酒 鲜花一下就过期了 美酒可是越沉越香了 陈先生受了点风寒啊 感冒了 他的朋友啊 老李啊 就建议他去找刘医师啊 因为刘医师的医术 非常高明啊 一次就好 陈先生说 听说他的括号费很贵呢 老李说 他出诊的括号费两百块啦 不过 附诊 括号费才五十块啦 陈先生啊 第二天就去刘医师的诊所了 一进诊所的大门 就说 刘大夫 不又来了 有个快四十岁的女士啊 因经常失眠 没有安全感 又患有寂寞交流症啊 他就去找心理医师看诊啊 医生问他说 你有什么症状 你是说 总觉得自己很孤单 没有归属感啊 医生就问他说 那你结婚了没有 你是说没有 医生就说 那你最好哦 找个人结婚啊 结了婚啊 这些症状就会好啦 这个女病人啊 马上就面入笑容 看医生说 嫁给你好吗 医生说 我们医生哦 只开处方啊 我们不是药品哦 有个专门生产 圣诞冬泡的外销工厂啊 老板对他的女儿说啊 圣诞节快到了 你希望我送你点什么礼物呢 小女儿说 我想要个滴滴啊 工厂老板说 这个嘛 恐怕来不及哦 小女儿就抗议说 你不是天天就叫工人加班 加班吗 怎么自己就不肯加班呢 医生对一个嗜酒如命的肝炎病患说 我建议你哦 从明天起 借酒一个月 然后再来检查 看病情有没有改善啊 病人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从明天起哦 我每天啊 喝加倍的酒 满一个月后啊 我再来检查 看病情哦 有没有变坏了 女儿和爸爸一起去参加亲友的婚宴啊 女儿问爸爸说 爸爸 我听我的闺蜜说哦 婚前很聪明的男人啊 结婚以后啊 就会变笨 为什么呢 爸爸说 没有的事啊 这事哦 他本来就笨了 真正聪明的男人啊 他一辈子啊 都不会结婚的 有个年轻的上班族啊 要住间公寓啊 但他看到墙面上有雨水流下的臂癌啊 他就问房东说 这房子常漏水吗 房东说 您放心啊 他只是 哦 才会漏水啊 这个人就问 什么时候漏呢 房东说 只有下雨天啊 才会漏啦 有个穷光蛋啊 有天睡到三更半夜啊 忽然听到房内啊 有稀稀缩缩的声音啊 他就大声 喝问道 干什么的 小偷说 没有啦 我不是强盗啊 我只是来 找点钱用用啦 那个人就说 这样啊 那我就放心了 你慢慢找吧 找到 告诉我一声 还有呢 你要出去的时候 请帮我把蚊带上 小偷就说 拜托我 我偷了一辈子啊 从来没有看到像你那么懒的人耶 难怪你会是 穷光蛋啊 有人在乡下买了一个新房子啊 院子有一棵苦练树啊 他的邻居阿伯啊 就和他说 住家院子哦 有棵苦练树哦 很不吉利啊 这人听了邻居的话 就把苦练树砍掉了 可是呢 这个邻居哦 第三天啊 就来向他锁起 砍下的苦练树 这个人啊 想着很不适味道啦 说他的目的哦 是为了烧财啦 才劝我砍树啊 彼此是邻居 激心啊 怎么可以如此险恶呢 有位常年都在服用安眠药的老阿婆啊 有个晚上啊 没有服药啊 就睡着了 而且睡到早上哦 七点多才醒来啦 他突然想起啊 昨天晚上没有吃安眠药 就开始骂家人说 昨天晚上为什么不叫醒我 起来吃药呢 我年纪大忘了 难道你们也忘了吗 刘先生刚搬到双拼的公益四楼啦 太太对刘先生说 你看 对面的陈先生哦 每次上班前啊 都会亲本拥抱他的老婆 你为什么不那样做呢 刘先生说 我们刚搬来不久啊 我跟他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啦 老李在公园啊 和朋友下相期啊 被对手将了个君啊 正在苦思对策 这时候 他儿子啊 匆匆忙忙 跑来跟他说 妈妈叫你赶快回家吃中饭啦 不然哦 菜都凉了 不好吃哦 老李就大骂他儿子说 你没有看到 现在是生死关头吗 慢点回家 吃冷饭冷菜 会死吗 住在乡下的丈母娘 到台北的女婿家 住了半个月啊 还不肯走啦 女婿有觉得不太方便啊 便和老婆商量 今天晚上哦 我会故意说你的菜做的不好吃啦 请你妈妈评断啦 她如果说好吃哦 我就请她离开 她如果说不好吃啊 你就请她离开啦 当天晚上啊 夫妻两人啊 果然为了菜好不好吃啊 而发生争执啦 女婿啊 就请孕母评断啦 孕母说 我才来半个月 还吃不出菜的味道 等我再吃半年哦 再为你们评断好了 有个阿公啊 因为吃瓜子哦 不小心啊 把门牙咳断了 她到牙科诊所哦 装了一副假牙 她付了八千块 正要离开诊所时啊 医生啊 把她叫住说 抱歉 先生啊 您这是玩具假钞哟 阿公说啊 你们当我是老人痴呆症吗 你帮我装假牙 我付给你假钞 这样有错吗 小李啊 阴藏喝咖啡啊 导致心悸 头痛啊 等等毛病啊 他去诊手看医师啊 医师欠他少喝些咖啡啦 他说啊 咖啡啊 容易导致心跳加速 躁动 噁心 多尿 甚至于啊 骨质疏松啊 他劝小李哦 每天啊 最好不要喝超过一杯的咖啡量 小李回家哦 立刻啊 就向陶瓷店定制了一个 一千两百cc的超大型咖啡杯 上面啊 刻有 医生主妇 每路现饮一杯十个字 我请聊天机器人啊 模仿比尔盖茨啊 向应届的大学毕业生 书举句话 机器人的搞见如下 你的责任啊 就是你的方向 你的精力就是你的资本 你的性格啊 就是你的命运 复杂的事情啊 重复做 你就是专家 简单的事情 重复做 你就是行家 重复的事情啊 用心做 你就是饮家 你若不想做一件事啊 总能找到借口 你若想做一件事 总会找到方法 水泥和沙子啊 都是废物 混在一起啊 却是很好的混凝土了 白米和汽油啊 都是精品啊 但混在一起啊 就是废物啊 所以重要的是啊 你今后啊 和水在一起了 昨天啊 我请聊天机器的模仿上人啊 向我们开示 如何改变心情啊 他说 你不能左右天气 但可以改变心情 你不能改变容貌 但可以展现效果 你不能控制别人啊 但可以掌握自己 你不能抑制明天啊 但可以利用今天啊 你不能要求结果啊 但可以掌握过程啊 你不能样样顺利啊 但可以事事努力啊 改变自己 怀抱希望啊 人生啊 就会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永远要记住 比陆地广阔的是大海 比大海广阔的是天空 比天空啊 更广阔的是人的心灵啊 只要你愿意啊 改变自己的性格 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除此之外啊 还要学习等待啊 因为等待 就会有希望 我昨天啊 上网问聊天机器人啊 说世界上有哪事好啊 他说啊 德国的车子最好 瑞士的房子最好 日本的老婆最好 台湾的爹娘啊 最最好 我说台湾的爹娘啊 好在哪里 聊天机器人就说啊 台湾的爹娘啊 有了钱啊 省给下一代 有了力气呢 就帮助下一代 有了房子啊 留给下一代 有了车子啊 接送下一代 有了病痛啊 不告诉下一代 你说台湾的爹娘啊 是不是全世界最最好的呢 有一个啊 专门为人啊 请神灵的神棍 有一天啊 收了一个徒弟 收徒弟的那一天啊 神棍啊 恰好外出了 但是 有人啊 来请神棍做法嘛 徒弟呢 又刚来报道 根本就还没有得到师父的真传 但他还是硬着头皮 被人请了去啊 没办法啊 只好临时啊 鬼扯了一个神 胡说一通 但啊 人家还是给他很多的酬谢的钱啊 这个徒弟啊 就高高兴兴的回到家里 等到师父回来了 徒弟啊 就把今天的遭遇啊 一五一十的向师父报告 师父听了 就很惊奇的说 孩子啊 你怎么知道这一套呢 坦白说啊 我也是这样骗钱而已啊 有一个年轻人啊 从台北啊 回乡下度假 他认为什么都是台北的比较好 有一个晚上 他和父亲啊 在月下散步了 就遇到一个邻居大叔啊 大叔说 今晚夜色真美啊 年轻人说 这里乡下的月亮一点都不美 台北的月亮才真的美呢 父亲说 同样是一个月亮 为什么台北的月亮啊 就比家乡的好呢 年轻人啊 还想强辩啊 父亲啊 一巴掌啊 就打了过去 年轻人啊 哼了一声说 你这巴掌有什么稀奇 台北的巴掌啊 比你的更狠 更响亮了 小美啊 上星期六啊 参加前男友的婚礼了 新娘啊 因不认识小美啊 就问小美说 请问小姐 你是谁 小美说 我是你老公的前女友啊 当年婚首时啊 她和我说 我宁愿娶个猪回家 也不愿意娶你啊 有个女人啊 很爱喝酒啦 每天都要丈夫啊 买酒给她喝啦 丈夫就是不可买 丈夫大声对老婆说 开门七件事啊 柴米油盐酱醋茶 你说 哪里有酒这件事 老婆说 酒是哦 还没有开门就要的啦 所以哦 前一晚啊 就要买好 因此只能摆在开门里面呢 有个千金小姐要出家啊 结婚当天哦 哭哭啼啼的问她的嫂嫂说 真讨厌耶 为什么你呢 一定要出家 这是谁制定的礼法 嫂嫂说是周公啊 这新娘啊 就破口大骂周公说啊 周公真该死 真是大混蛋 不过婚后第二天哦 依照当地习俗啊 新娘啊 返回娘家归宁啦 她笑嘻嘻的问嫂嫂说 请问周公住哪里啦 嫂嫂就说 你问这个干什么啊 新娘啊 满脸通红啊 小小声的说 对不起哦 我误会她的 我要做一张鞋子 好好答谢她啦 有位夏先生哦 帮她的儿子取名夏克啦 克服的克 夏先生就希望她的儿子哦 长大以后啊 能碰到事情啊 克服困难啊 慢慢的小孩子长大了 下课念小学的时候啊 有一天老师点名下课 站起来回答问题了 刚喊下课的名字哦 结果班上的同学哦 马上就收拾起书本哦 准备往外冲啊 搞到老师哦 从那天开始啊 就不敢点下课的名字啊 教师节当天啊 老师和同学们说啊 同学们 今天是教师节哦 你们可以发表任何意见啊 甚至于包括对老师的批评 都不必顾忌 同学们就问老师说 真的吗 老师说 当然是真的 同学们哦 一次就一口同声的说 包括老师 您教的都是没用的东西啊 老师哦 立刻板起脸孔来说 各位同学 我可不惜你们这样说自己哦 有一个读书人哦 虽然家中很贫穷啊 但他实爱面子 有一天呢 到一个有钱人家的亲戚啊 吃饭 天气寒冷啊 家中又没有棉袄 他只穿一件薄衣服的 读书人怕人家笑他贫穷啊 虽然他只穿薄衣服啊 但他手里还故意拿了一把折扇 吃饭时啊 读书人啊 摇着扇子对所有的客人说 哎我天生怕热啊 冬天啊也离不开扇子啊 那主人就觉得这个读书人太虚伪了 到了晚上啊 就故意拿了一床薄棉被 还有一个凉枕啊 对于读书人说 我知道你深信怕热啊 我家发炎内的凉亭啊 非常凉爽啊 你今天晚上啊就在那儿休息吧 这个读书人啊也只好答应啊 到了三更半夜啊 实在太冷了 挨不下去 只好把薄被啊 裹住身体啊 准备到屋里避寒啊 没想到一不小心啊 施主啊掉入池塘中 那主人听到声音呢 就赶忙啊 提着灯笼出来啊 见读书人呢 跌入池塘中啊 就问他 为什么会掉进去呢 读书人回答说不是啊 实在是因为太怕热了 就算是十二夜天 就算是三宫半夜 睡在凉田里啊 我还是觉得太热 所以呢 我跳到池塘里洗个澡了 不止两人啊 性情都非常刚烈啊 任何事情啊 都不肯让人啊 有一天家里做拜拜啊 请亲朋好友吃饭啊 不过吃到一半啊 酒喝光了 父亲呢 就赶快叫儿子到城里买酒了 儿子买好酒啊 回家途中啊 碰到一个独木桥 恰好那个桥那边也过来一个人啊 两人啊 在桥中啊 父母相难 木木相对啊 父亲看儿子去那么久啊 没有回来啊 就出去找 咦 看着儿子和人家在独木桥对立啊 他就和儿子说 你先把酒拿回去 让他们喝酒 这里啊 交给我 我来和他对立 看谁怕谁啊 有一名吝啬的主人啊 请来一名新的长工啊 他每天啊 给长工准备的饭菜里面啊 一定有一盘鱼啦 只是鱼的中断都不见了 只有鱼头和鱼尾啦 有一天呢 长工啊 就忍不住问主人说 这鱼哦 是哪里养的 主人说 是汤里面养的啊 长工说 不会吧 应该是酒杯里养的吧 不然怎么那么短呢 清朝有位县官啊 在此时啊 草地皮收红包 剥削百姓 无所不贪啊 有一天他年老告老返乡啊 离职时啊 不但经营财宝挖出来啊 甚至连土地啊 都要装香带走啦 大家都怨声载道 竟然没有一个人肯来送行啊 离开该献金的时候啊 他忽然看见一群面目猙獰者 沿路啊 受贡猪礼品敬拜啦 县官就问你们为何如此啊 祭拜所说 感谢大老爷哦 在职的时候 炒地皮啊 让地域里面的鬼族哦 大家都能重见天路啊 所以呢 特来拜谢感恩啊 有个既贫穷又吝啬的百万富翁啊 对一个贫穷人说啊 我富有百万 你知道吗 穷人说 我也有百万 有什么了解 富翁说啊 你少吹牛啦 你的百万在哪里 穷人说啊 你平常有钱哦 也不肯用 我要用 没得用 还不是一样 有差别吗 有个大官哦 为他儿子哦 请了个家庭教师啊 并推他儿子说啊 以后哦 你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啊 都应该向老师好好学习啊 儿子点头答应啊 吃饭的时候 老师吃饭啊 他跟着吃饭 老师夹菜 他跟着夹菜 老师喝汤 他跟着喝汤啊 老师看了 就觉得很好笑了 不小心哦 打了个喷嚏啊 范力哦 从鼻孔喷了出来 大官的儿子哦 连忙起身啊 向老师鞠躬说 老师 你这个动作 真的太难了 我一时哦 还学不来哦 脑筋急转弯 中秋节 谁最会考诺 学生回答说 老师 老师问 为什么 学生说 因为老师 考的 都没教啊 老张的左林 幼士哦 各生了一个娃娃 老张问左林说 你家生了个什么 左林说 生了个儿子啊 老张就说 恭喜啊 老张又问幼舍啊 你家生了个什么 幼舍说 生了个女儿 老张说 也罢 幼舍听了就非常生气说 人家生了个儿子 你就说恭喜 我家生了个女儿 你就说也罢 你这个人未免太势力了吧 这时哦 这时哦 恰好有一个官太太啊 做个轿子啊 经过了 这个 幼舍啊 就说 你看 这不是 四个 恭喜啊 抬着一个野霸吗 千金小姐出嫁了 母亲派女卑同住了 女卑回来 母亲就问 小姐进入洞王之后 有说些什么吗 女卑说 听不太清楚呢 但听小姐说啊 妙妙妙了 母亲说 新过门的人啊 整口也妙了 一次啊 就写了一个字条 不可言妙了 交女卑啊 带去给小姐啊 小姐看了后 就写了一张回条啊 妙不可言啊 交女卑啊 带回去给母亲啊 两个教师啊 有一天在路上相依 见路旁啊 有个鲁僧墓啊 王教师呢 连忙下拜说 这是真僧墓啊 李老师说 你错了 这明明是曹僧的墓啊 两人哦 相争啊 竟打起架来了 并复告伤害 告到王推官那里啊 王推官下去查看 原来是鲁僧墓 就判二人哦 各打二十大半啊 两位教师的朋友啊 知道这件事啊 想为他们做和事了啊 就在一堆公 设酒席款待了 两位教师啊 来到一堆公前啊 抬头看到扁楼上写一堆公啊 回头就跑 王教师啊 对李教师说 这是哦 王推官的家啊 我们怎么又招了他哦 赶快走啦 有一个书生哦 性格啊非常麻烦啦 有一天出门啊 穿错鞋子的啊 一只脚底厚 一只脚底薄啊 走起路来啊 一脚高 一脚低啊 很不舒服啊 他就喃喃至于说 今天我的脚怎么怪怪的 一只脚长 一只脚短呢 路人就提醒他说 你大概穿错鞋子啦 他啊 就忙叫他的仆人啊 回家换鞋子啦 仆人去了老半天啊 空手而回啊 对于这个书生说啊 主人啊 你不必换了啦 因为家里那双啊 也是一只脚厚 一只脚薄啦 有意猜疑啊 以怕老婆出了名啊 有一天啊 被他老婆抓破面皮啊 第二天上班啊 被县官看到了 就问他说 你怎么回事啊 你的脸为什么受伤啊 猜疑说啊 昨天晚上乘凉啊 被葡萄架倒下来 刮破的啦 县官不相信 就说 这一定是你太太抓破的吧 就要牙医啊 去把他抓过来啦 不要县官的夫人啊 在后堂偷听啊 知道县官啊 要抓蔡翼的老婆啊 就大发脾气啊 冲到工堂来了 县官就赶快和蔡翼说 你暂且退下 我家的葡萄架 也快倒下来了 老师问啊 历史上的名人啊 你们最喜欢哪一位啊 学生就一口同声的说 屈炎啊 老师问 为什么 学生说啊 干部节啊 不但有种子吃啊 还全国放假一天呢 老师又问 那你们最不喜欢哪位名人 学生说 孔子啊 老师说 为什么 学生说 教师节不放假就算了 孔子还做那么多著作 什么轮椅啦 什么春秋啦 南辈死了 而且还要 拿来当考题 一个性子很急躁的人啊 到一家面店吃面啊 一进门啊 就让让说 为什么还不赶快拿面来 于是呢 店主啊 就端了一碗面 倒在桌上说 快吃 不要洗碗 集信人啊 很生气 立刻回到家里 对老婆说 真是气死我了 他妻子啊 急忙进入房间内 收拾衣服要出门啊 集信人就问他老婆说 你要去哪里 老婆说 你气死了 我要去嫁人 嫁了一夜啊 后夫要赶他啦 集信人的妻子 问他的后夫说 为什么要赶我走 后夫说啊 你嫁了我一天一夜 还不给我养个儿子 留你有什么用 有一个乡下人上街啊 恰好看到一个算命先生啊 帮人家看首相啊 算命先生说 男人手如眠 身边有闲钱啊 富人手如江 金银满苍香啊 这个乡下人啊 在旁边听到 就拍手大笑说 对对 我的老婆就是手如江啊 算命先生说 你怎么知道呢 乡下人说 我昨天啊 被老婆打了一巴掌 现在啊 我的脸啊 还辣辣的呢 教师节没有放假 学生感到颇为不爽啊 进在课堂上啊 功能打瞌睡啊 老师看了啊 也很不爽 心想教师节 我都出来教书了 你怎敢再为教师打瞌睡呢 一时就叫醒学生问 同学 宰语奏寝 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这同学啊 被叫醒啊 更不爽 就说 宰是杀的意思啊 玉是我的意思啊 做呢 是白天啊 寝室睡觉了 合起来就是 就是杀了我 也要在白天睡大觉了 小明啊 因说谎话 被母亲责骂说 做人要诚实 千万不可以自欺欺人 小明说 妈妈啊 你自己不是每天也都在收访吗 妈妈说 乱讲 我哪有 小明说 你每次拍照 传给朋友 不都是用美图秀秀 等P图软体修过后 才传到群组吗 这不也是自欺欺人吗 音乐老师啊 看同学们啊 上课无精打采 就临时出了个脑筋急转弯啊 问同学们 请问小张小陈小李和小黄啊 四个人比赛说故事 你们认为谁会赢啊 同学们啊 就东猜西猜 都说猜不着了 老师说 当然是小陈啊 同学们就问 为什么 老师说 小陈故事多 充满喜和乐 美国有个脱口秀主持人 对国会女议员抢吻三次啊 被告上法院啊 法官问被告说 你难道没有听 议员说不要不要吗 被告说 对不起啊 我喝了酒 法官说 喝了酒会怎么样 被告说 喝了酒啊 我有点耳背啊 法官说 耳背会怎么样 被告说 我会听成不要停 不要停啊 小时候啊 李文通的家里很穷啊 他爸爸啊 常常带着李文通啊 到亲戚家里去借钱啊 爸爸啊 常常和亲戚说 以后啊 我们通通会还给你啊 长大后 李文通啊 终于知道啊 自己的小名叫做通通啊 有个贫穷的读书人啊 做梦啊 捡到黄金三百两 醒来之后啊 很高兴的对妻子说 如果真的捡到啊 我就要用一百两买房啊 一百两买田啊 再用一百两买两个小老婆啊 妻子听了啊 立刻一巴掌打了过来 说你什么东西 竟敢要娶小老婆 夫妻两个人啊 就争吵不休啊 甚至大大出所了 左林右手啊 闻声过来欠姐啊 了解原因之后说 幸亏啊 是做梦啊 如果真的有钱啊 讨小老婆啊 恐怕会闹出怜悯哦 有位男导演啊 导演功力一流啊 获得金马奖 提名入围 最佳男导演奖 因为你演员啊 文讯以后啊 立刻发了个简讯 恭喜他说 你真的是为最出色的导演 却一时出心啊 把出色的出字啊 漏掉了 嚇得这位导演啊 好几天晚上啊 都睡不着觉啊 心里忐忑不安 一直在想 到底什么时候啊 自己啊 曾经性骚扰了 这位女演员啊 有位信徒啊 到寺庙参拜了 他问佛祖说 佛祖啊 请问一万年哦 在你们天界啊 是多久了 佛祖说 不过是一眨眼的功夫 信徒又问 那一眼又是多少呢 佛祖说 大概是我身上的一根寒毛罢了 信徒说 这样哦 那么佛祖啊 您是不是可以 把一根寒毛给我呢 佛祖说 当然可以啊 不够哦 等我眨一下眼好吗 有位阿婆 带孙子上学的时候啊 在斑马县啊 被一辆游览车撞倒了 司机啊 下车啊 阿婆啊 两人在争吵理论啊 司机说 我驾驶经验很丰富啊 我当大客车司机啊 已经有八年的经验 因此啊 错不在我 错一定在你 阿婆说 开车经验八年就那么了不起啊 告诉你爸 我今年八十一岁 我走路的经验啊 有八十年了 我这一生啊 还第一次被车子撞倒了 有人啊生了一个女孩啊 另外呢 又一个人啊 有两岁的儿子啊 他托人来求婚啊 女孩的父亲啊 很生气的说 我女儿一岁 她儿子两岁 加上我女儿二十岁啊 她儿子不就四十岁了吗 我女儿啊 怎么能喜配给这么老的女婿呢 妻子听了就笑笑的说 你错了啦 我女儿啊 我女儿啊 今年虽然才一岁 明年啊 就和她儿子同年了嘛 为什么不答应 这么子妇为分的亲事呢 有个土财主啊 和两个儿子啊 都喜欢说大话啊 常常用皇家名称啊 称呼自己啊 有一天啊 朋友来访 财主不在家 但儿子就和他说啊 父王胜驾出去了 朋友又问 那你母亲在哪里 二儿子就插话说 母亲啊 在玉花岩啊 才受逃啦 朋友听完了 很不高兴啊 正要离开啊 财主恰好回来啊 朋友就告诉他 自己所听到的夸大言语啊 财主说 行轻目动怒 看在寡人面上啊 饶了我这个 很少踏出房工之外的 两个黄儿吧 有个喜欢安静的读书人啊 偏偏啊 他左邻啊 是板金店 右设呢 是打铁物啊 两店啊 整天都敲敲打打 吵死人啊 读书人就对他们说 要是哦 你们两个肯搬家 我愿办做啊 请你们吃一顿 有一天呢 两家老板啊 不业儿童啊 对读书人说 我们搬家了 读书人啊 非常高兴啊 也一约呢 请他们全家 吃了一顿大餐啊 饭后呢 读书人问板金店老板说 请问你搬到哪里 板金店老板说 我搬到打铁店啊 打铁店呢 就搬到我们板金店啊 要判了呢